伊斯兰教的年度盛事 斋戒月近日展开 过去这段期间 全球16亿的穆斯林 会从日出到日落 禁绝饮食 于清真寺进行集体礼拜 日落时分在与亲友聚会 共享开斋饭 但今年这些仪式 都因武汉肺炎遭到禁止 伊斯兰社会第一次 在诡决的氛围中度过圣月 伊斯兰教圣地麦家 过去在斋戒月 总是集结大批穆斯林朝圣 但上周沙乌迪阿拉伯政府宣布 麦家和麦地纳两座圣寺 将继续关闭 事实上马来西亚 埃及 汶南 新加坡等多个国家 也都为了遏制 武汉肺炎病毒传播 关闭清真寺 要求信众居家礼拜 甚至实施宵禁 信徒无法赴清真寺 转介由串流转播 或网络视讯的方式 让民众参与祈祷 疫情改编全球信众 潮拜的习惯 全球各地贩售斋贩的事迹 也受到冲击 生意也落千丈 不过都没有人数多年 但我会被人数多年 因为人数多年 因为人数多年 受到病毒 我会被人数多年 在病毒 但在病毒 今天有状态 很高 而且有很多 但有很多 我会被人数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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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多数国家关闭清真寺 但也有少数国家例外 巴基斯坦允许民众斋戒约 在清真寺运行集体礼拜 但要求保持两公尺的距离 并鼓励自行携带祈祷电 装设综合报道